花草茶的清晨 敲开谁的心门 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 花草茶的黄黄 换把谁的体温 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 渺小的眼神安定了时针 又不是你放了我啊 我们大宅三百回合 不要用这些下散弹的手段 喊呐 继续喊呐 喊得越大声就越好 若是你进二年代的失败而归 我看阿谷那帮人会怎么收拾你 你过来 采剑 躲开 别走 没事吧 十一傻 你还真躲 不是你让我躲的吗 我让你躲就躲 你让我躲 我当然躲了 那我让你去死你去不去啊 你既然让我躲 又怎么舍得 够了 怎么说我也是碧血阁第一杀手 你们这要太不尊重人了 澈王殿下 你终于来了 既来职则安职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不安好心 今日看我好好收拾你 我这是怎么了 我知道澈王殿下武功高强 为了防止出乱子 我用灵力封住了你身上的经络穴道 还请澈王殿下不要责怪 莫清凌 你这个阴毒的小人 阴毒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阴毒 不安 巫术 我 我这是在哪儿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你不是一直想逃出军营吗 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你说得对 不要打仗 打仗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牺牲性命 你想想 你的一生令下 有多少人因你这一生命令 去献出生命 又有多少人 是因你前伏后绩去死呢 不要 不要 我不要他们死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这么多人因你而死 你有什么颜面去面对那些死去的灵魂 十一 你不要相信他 你是澈王 是军中主帅 你已经努力将山海检查到最小了 你听清楚了吗 你仔细看看这个人 就是他前方百计要把你带回军营 让你做那些不愿做的事 兄弟们 保护殿下 快 陛下 陛下 保护殿下 兄弟们 保护殿下 给我上 陛下 你快走 我留守子弟赢战 你 陛下 你快求你 子弟凶险 不可再拖延 不行 有生一起生 有死一起死 我不能抛下你们 陛下还可以死 殿下不能死 都怪我 我不该牵线密探的话 害大家落入敌人陷阱 殿下 没时间了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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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干什么 陛下 现在不是很高的时候 陛下 陛下 更是无数大卫战士的希望 只要你活着 日后我们便有洞下在一起的希望 这是我一定发现的事 我应该由你承择 陛下 立志一点 你活着 我死了再才跟我下去 把天下给我带走 陛下 陛下 我忘记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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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没想到吧 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竟因为自己的失误 害死最亲密的兄弟 他就是个无能的软蛋 不可能 这一定是你变出来 红篇十一的 事实都已经摆在你眼前了 你还不相信 那我们就一起问问他 十一 你不要听他的 更不要去回想 他只想让你崩溃 想让你死 有些事 不是不听不响 便会忘记的 我永远忘不了 因为自己的无能 害死了多少人 战争永远都是残忍而血腥的 我不明白 究竟还要死多少人 你想不想知道 永远让你忘记 这段痛苦回忆的方法 只有死 只有死 死才会让这一切平息 你心口有一块月花石 你亲手把它摘出来 这样 你就可以终结你罪恶的一生吗 不要啊 十一 你想想你身边那些追随你的人 你以为你的死会让他们解脱吗 不会的 十一 你的死只会让他们更加内疚和痛苦 十一 你不要听他的话 不要再犹豫 不要听他的 你听他的只会加深你的痛苦 十一 你只要相信我 相信我就好 相信我就可以解决这一切 十一 十一 快 这一切马上就要平息了 你的愿望马上就要达成了 就能终结你心中的痛苦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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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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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快 十二哥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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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一醒 十一 十一 你是谁 你我二人不分彼此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 我不信 我不可能像你一样英勇善战 我厌恶战争 恐惧死亡 那我问你 你可有想过他们为何要参战 玄甲军成立的初衷 便是为了保家卫国 那 若是没有军队 也不会有战争 如果没有军队 便没有自保能力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虽远必诛 这便是玄甲军的铁则 那一怀呢 还有那些战场上 战死的将士呢 哪个玄甲军 不仅仅代表着自己 他们还代表着整个国家 代表着整个民族的西境 他们向死而生 虽死有容 他们每一个人的决心 都不是因你而起 而是我们大卫 江土自由形成的血脉 你希望我回去 舍不得他吧 对 我是舍不得 不仅仅舍不得 我还内扯 每每想到他 因为我而受到危险 就甚至自责不易 他不应该 被辜负 天下死 更不应该被辜负 对不起 错了 既然觉得自己错了 还不快随我回去 你来晚了一步 师爷 这现在胆小鬼人 可已经自我崩溃 再晚一步 咱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儿 师爷 本王什么时候来都不会晚 大胆 有笔账 那我要同你好好算算 主持 你们真是兄弟情深啊 我都被你们感动了 你还不束手就擒 你们这等下兵卸将 用不着我动手 看看外面 主持 这个卑鄙小人 他竟有无数 在此下了禁止 我现在无法帮你们 转引出去 无妨 你先去追他 这里由我来照顾 拜托你了 主帅 师爷 别跑了 跟我回去一起解开禁止 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我才不会相信你说的话 就是在拖延时间 好 我们不回去 那你告诉我 为何你能召唤灵蝶 你究竟是不是 纯真的巫族血脉 为何如今 你会沦为暗巫的棋子 以前的事 我都不记得了 我唯一有印象的 便是你手腕上的 凤凰纹身 不知你为何对此有印象 你会沦为暗巫族血脉 怎么样了 早年的一场大火 他早已逝世 如今已经尸骨无存 不知为何 十一 十一 朱帅 你没事吧 朱帅 你没事吧 殷采倩 你快带着朱帅离开这里 我留守此地营战 殿下 你快走 我留守此地营战 你活着 我死在这儿才更有价值 朱帅 你活着 我死在这儿才更有价值 朱帅 陈大哥 我们之前说好了 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 若要战 你我并肩作战 与他们血战到底 之前 我抛下一怀苟且偷生 现如今 我绝对不会抛下 你们任何一个人 才谦 采倩 把我的剑拿来 嗯 我就知道 你不会轻言放弃的 预备 属下就驾来迟 还请主帅限量 起来吧 你们是如何找到此处的 为主帅 我们在路上 找到了副帅留下的标记 于是一路追了过来 那梁军据点 暂时如何 在凌王殿下的带领下 梁军全灭 现在 凌王殿下正率中 追击辽军谈部 主帅孤身犯险 来敌英打探消息 此为大义 而属下神为副帅 却没有领会主帅的用意 说接人挑拨 差点误杀好人 还望主帅降罪 陈大哥 起来 你身为副帅 敬忠之声 数次以命相解 何罪之用 反而错的人应该是我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未曾告诉你 义怀的死与我有关 当年是我倾向了密探的话 只身犯险 落入敌军陷阱 义怀为了救我 不惜独自拖住敌军时间 牺牲了自己 我身为一名主帅 没有在正确的时间 做出正确的选择 反而微微弄弄 毫无作为 其实是我害死了义怀 原来您已知深陷此事 难以自罢 作为您最亲近的将领 我竟毫无察觉 实在失职 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 相信义怀 也不希望主帅 对此事更坑于怀 陈大哥说的对 就算为了义怀 我也应该好好地活着 属下这就带着弟兄们 去支援凌王殿下 还请主帅先回鹰休息 去吧 你小子做得不错嘛 你小子做得不错嘛 夹着尾巴的狗熊变英雄了 不过 实义他本尊呢 怎么 在这么一点时间 你就开始想他了 我都有些嫉妒他了 你想不想知道 他是怎么说你的 他 说了我什么 他说你平时太凶 有时候还抢辞夺理 吃得还挺多 他 还有 他 他还说 他喜欢你 就算你是男的 他也无所谓 这个不是我的本意 这就 什么体内的胆消骨骢就碎了 根本不相信 你这么心情吗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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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7 8 9 最終有後續的故事 是 可能有一個故事後 你靠近了 你是一個男人 你要有態度 強硬的態度 說不定應該先這樣 就是很輕盈 我建議你 你去看一些談戀愛的時候 繼續進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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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屁死你 弄你不認賬 怎麼了 這條鞭子惹你生氣了 十一傻呢 怎麼沒跟你在一起啊 別提了 那個賤人居然想強吻我 不但不認賬 還一臉嫌棄的樣子 他不喜歡我 我還不喜歡他呢 十一傻這叫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你懂嗎 就你現在這樣子 對了 這段時間你去哪兒了 你找到莫青梨了嗎 我沒有抓到莫青梨 不過我可以確定 他就是純正的巫族血脈 而且似乎跟我有些關係 不過這一切都要等到 見到明眼才知道 表白 不表白 表白 不表白 你回來 你回來 松手 幹什麼呀你 我 我有話跟你說 我是來向你道歉的 上次我想問你 我不該推到體內的 另外一種人格身上 而且 我也不應該如此嫌棄你 那 你是承認 你內心想問我了 雖然你是男的 但是我已經想好了 我要告訴你 殷采倩 我喜歡你 包括你的所有優點和缺點 包括你的所有優點和缺點 雖然你有時候很兇 平時還搶辭奪理 吃得還挺多 屁股還挺小 但是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喜歡你 這就足夠了 你 力氣這麼大 就是野蠻 我沒說錯什麼 我大概是史上第一個表白悲劇 還被打成熊貓的皇子 而且 我表白的對象 居然還是個男的 你真是太慘了 表白悲劇還慘遭被打 於是我趁著你昏迷的時候 上了身 然後吩咐玄甲軍將士 被你搜刮來了一堆好東西 供你參考留恨技巧 這個膽小鬼 竟然背著本王做出如此之事 以後 還如何讓我在重將士面前立威 我好自己啊 有些動作 你快做一個快做一個 快做一個 你快做一個 快做一個 上不了了 你不說什麼呢 好 没 没说什么呀 到底说什么呢 怎么没说什么 你说不说 你不说是吧 没说什么 到底是说的是 说不说 说你过沐土 什么是沐土 那里来的 我真的玩了吧 真的玩了 你看什么呢 你还真看啊 就算你了解了解 不会具体实实的 以后你就看这种东西了 我现在还有点事 那黄昏的时候 给教授能力 我这样穿 好不好看 你好不好看 有什么关系啊 你什么样子 十一眨都喜欢 这不一样 她现在都快弯了 你说她会喜欢 恢复女装的我吗 你现在虽然是女儿身 但内心依旧是真真汗子的天 实际上是会喜欢她 你哪像我家明言 从内心到外边 都是荣若的女子一样 小心我赖在梦境世界里面 不出去 看你怎么见明言 时间差不多了吧 该走了 采倩这次来 究竟要对我说什么 她会不会 又像上次一样拒绝我 我要怎么说才好呢 不管了 这次 一定要成功 你嘀咕什么呢 好 好不好看 你这是怎么了 你没有生病吧 你不用为了我 特意扮成女的 你神经病啊 我本来就是女的 护针架石的女的 女的 你怎么可能会是女的 我已经说服了自己 结果 你告诉我你是女的 我 原来我喜欢的人是个女的 原来我喜欢的人是个女的 但我嫌弃还做了那么多蠢事 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 你要没有问我 无论你是男是女 无论你是男是女 都无所谓了 只要我喜欢的人是你 这就够了 现在 我要闻我喜欢的人了 你 我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 不会太久 我保证 好 我等你 我等你 原来还是不说歌 万里江山太寂寞 那人间的烟火 温温红尘的萧索 只想携手与你过 原来还是不舍得 命运中生错经过 那交错的萤火 千年之后的传说 都会坚诚你和我 你是我的往后